许多人也许都想过同样的问题 当某个人走到生命尽头以后 他的意识会去哪 难道生命的终结就等于一切全部画上句号吗 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灵魂吗 在2020年10月6日 有一位名叫罗杰·彭罗斯的数学物理学家 凭借他对黑洞理论的深入探索 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不过也有人说 他是有史以来争议相当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因为他曾提出一个让科学界颇为敏感的观点 他主张灵魂确实存在 而且他还表示 当一个生命陨落之后 灵魂会离开肉体 再度回到宇宙 并以量子形态继续存在 我们今天准备一同换个角度 去感受世界的奥妙 此次要聊的主题 就是灵魂的量子形态 说起灵魂 就不能不先问一句 何谓生命 怎样的存在才能被称为生命 在这个已有137亿年历史的宇宙里 诞生过形形色色的事物 其中最神秘而又复杂的 大概就是生命本身了 按照生物学的说法 生命是指通过和外部环境 交换物质与能量 从而完成成长 繁衍 新陈代谢等功能 并能对环境变化产生反应的个体 其实 整个世界都由各种物质所构成 生命也不例外 很多人会以为 生命就是由微观层面的细胞 基因 或是脱氧核糖核酸拼合而成 可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因为生命最核心的那个部分 其实是我们看不见 也抓不着的意识 它或许和暗物质一样 依然是科学上尚未彻底揭开的谜团 所有生命 不论大小 种类 都有各自的意识 无论是植物 还是细菌 病毒 都具备某种程度的感知 只不过 它们的意识程度有所差别 植物或微生物的意识微弱 而更复杂的动物则意识更强 像我们人类这种高级智慧生命 意识层面就尤其复杂而不可思议 地球上 只有人类被视为高等智慧物种 我们的意识也最为突出 然而 人类关于自己意识的未知之处 还有好多 可以说 生命就是由看得见的身体 加上一种看不见却存在的神秘意识 所组合而成 像我们每个人 都是肉体和意识结合的产物 可任何生命体 都躲不过 生 老 病 死的基本法则 即便人类智力超群 也同样会从出生 渐渐走向衰老 当科技时代到来后 人们对于生命究竟是什么的好奇 也越来越深 有了各种先进的工具 科学家们正在一步步揭示生命的神秘面纱 其中之一 就要数罗杰 彭罗斯提出的量子灵魂理论了 因为拥有强大的科学工具 人类开始尝试更深入的方式 来一步步探索生命背后的真相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罗杰彭罗斯的量子灵魂理论 闪亮登场 先来简单认识一下彭罗斯本人 他是一位英国数学物理学家 曾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 也在牛津大学任名誉教授 他与霍金关系甚好 也是霍金非常尊重的搭档之一 彭罗斯最知名的贡献之一 是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极点的概念 所谓起点 是指体积无限微小 但密度却无限大的特殊点 根据他的计算可知 当一颗足够巨大的恒星坍缩时 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起点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洞 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 霍金又补充道 也许我们的宇宙 正是起源于某个起点的爆发 人们把相关理论 称作彭罗斯定理 正是凭借对这种起点 与黑洞的研究 彭罗斯在2020年 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然而 彭罗斯并不满足于 黑洞与起点的探索 在他获奖之后 他又进一步抛出了一个 大胆而敏感的话题 他确信 人的灵魂并不会随肉体 死去而终结 而是以量子形态存续 时光倒回到1989年 彭罗斯曾发表过一本 名为《皇帝心脑》的著作 书中他强调了一件事 不管现有的人造智慧多么高端 他在某些方面都永远赶不上一个普通人 那就是人类所拥有的直觉 或者说是灵魂与意识的东西 彭罗斯觉得 人工智能依托的依旧是死板的逻辑运算 天生就带着机械化的局限 唯有意识才需要建立在量子系统之上 那么人类的意识是怎么冒出来的 他提出 当我们大脑里那些处于纠缠状态的电子坍塌一次 就会激发一段念头或一种思维 因为这些电子不断地纠缠 又不断地坍塌 于是才形成了我们口中所谓的灵魂或意识 前面听着还挺具备科学元素 可接下来他的话就带上一点玄妙色彩了 他说当一个生命凋零 灵魂内部的量子讯息并不会被彻底摧毁 而是会脱离身体再返回宇宙 从某种角度看 这种说法跟很多神话故事里提到的灵魂离体 有些相似 换种更通俗的说法 也就是灵魂继续存在于这片宇宙之中 如果灵魂真的不灭 那它究竟会到哪儿去 难道我们的宇宙会因此多出许多未知和变数 想要理解彭罗斯的设想前 我们先来看看历代科学家与当今学界 是如何解释灵魂这个概念的 在人类试图揭开灵魂之谜的早期研究中 最著名的大概就是灵魂称重实验了 回到上一世纪初期 一名叫邓肯·麦克杜格尔的外科医生 想用最直接的方式来证明灵魂是否确有歧视 他依据某种推测 人死亡后 灵魂会从躯体脱离 那么 假如能比较一个人死前与死后的体重差异 也许就能抓到灵魂的重量 带着这个想法 他在1901年前后找到了几名愿意配合测试的病患 其中包括四位患肺结核的病人 一位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位病因不明者 他们临终时会被放在一张特殊设计的床上 床底下配备了敏感的侧重装置 实验正式开始后 第一个病人的观察持续了三小时四十分 在此期间 他的体重每小时都减少大约二十八克 这显然是呼吸 水分 蒸发等正常消耗 直到临近死亡的那一刻 他的体重猛地掉了二十一克 如此短暂瞬间内的变化 看起来无法用新陈代谢来解释 邓肯便怀疑 这或许就是灵魂的质量 接下来的五个病人实验 结果却不尽相同 有的人在脑死亡后 体重还在缓慢下降 当中一位更是整整清了七十三克左右 而且搬离病床之后 此数值依旧维持了十多分钟 这些莫名其妙的变化 让邓肯自己都说不清 后来他对狗进行类似测试 却惊讶地发现 狗在死去后 体重并没有明显变化 基于此 他便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 只有人类才拥有灵魂 而动物则没有 人类灵魂大概就重二十一克 一九零七年 纽约时报刊登了 麦克杜格尔的实验 一时之间引发了极大轰动 可同时 也有不少学者 对该结果提出质疑 比如 人刚刚死亡那一刻 体温可能会突然上升 使得汗液迅速蒸发 从而导致体重瞬间减轻 而狗 无法通过排汗散热 所以变化不明显等等 由于实验数据本身存在很多漏洞 加上学界普遍反对 他后来索性放弃了灵魂称重这条路 转而想用其他方法 去拍摄灵魂出窍的画面 可他尝试使用各种射线拍摄 却始终未见成果 他去世后 这项灵魂实验也一度无疾而终 一直到1939年 苏联技师克里安与妻子 才接过前人的思路 继续摸索 他们认为 如果真要捕捉灵魂 就得先想清楚 灵魂是什么 如果灵魂能够发光 就可以利用特殊光线来拍摄 如果灵魂能放出热量 就能用红外摄像来记录 可假如他既不发光也不发热 那又该怎么办 克里安灵机一动 推想 也许灵魂是一种能量场 要是我们能把这种能量场显示出来 不就能把灵魂影像拍下来 就这样 克里安照相法问世 后来 西欧的一位科学家克罗特科夫 又进一步改良这种摄影技术 在1997年 克罗特科夫找来一些摄影记者 对冰死病人做了拍摄测试 他声称 当人进入死亡过程时 会有一部分蓝色粒子逐渐飘离身体 他把这种蓝色现象认定为灵魂本身 然而 立刻有不少人怀疑 克里安照相法到底靠谱不靠谱 它本来就存在某些技术缺陷 有人猜测 那些蓝色轨迹 也许只是人体内的水分或热量散失 结果 这样的拍摄 尝试并没获得广泛认可 如今 关于灵魂的所有实验 大多都没有达成令人信服的结论 因此 很多科学家 依然倾向于认为 意识或灵魂 无法脱离大脑 而独立存在 举个例子 1962年 获得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的克里克 也曾仔细研究过意识课题 他的观点是 意识扎根于神经细胞里 只是人类大脑生长过程中 慢慢演化出的独特现象 迄今为止 很多医学界人士 也基本认同这一说法 那人死后 意识真的会完全烟消云散吗 难道就没有别的证据 能用来挑战这个猜想 还有一个研究方向 现在仍持续进行着 那就是 宾死体验 据说 彭罗斯的灵魂理论 和这种宾死体验 也不无关联 简而言之 所谓宾死体验 就是当一个人受到重大创伤 被送往医院 从伤重到被救回来的昏迷过程中 所经历的各种神秘感觉 有不少宾死者事后回忆 他们仿佛离开了躯体 甚至还能像过电影般 快速浏览自己的一生 还有人说 在那一刻 看见了逝去的亲人 感到对方在某处等候自己 尤其诡异的是 这些人在世界各地 不同文化背景下 却都报告了 类似的灵魂出体经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不同地方 不同背景的人 在濒临死亡时 会出现如此相似的感受 这些回忆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这向来是研究 濒死体验的难点之一 彭罗斯给出的解释是 人之所以能体验到 濒死之旅 是因为大脑里头的 量子计算机程序 依然以某种方式 保存在宇宙之中 换句话说 他把灵魂视作一种量子物质 人在死去的那一刻 这种量子物质 会暂时离开躯体 重新回归到浩瀚的宇宙 要真正明白这个观点 得先谈谈量子力学 在量子力学里 有个概念叫做叠加态 意思是微观粒子 可以同时处在多种状态里 这恰好与我们的意识 拥有多重念头 思维跳动的特征很相像 因此 彭罗斯猜测 意识也许就是这种 量子叠加的具体体现 1994年 美国哈佛大学发布研究发现 人脑当中 有一种叫微管的结构 遍布在各个神经元之间 这种微管就像电线一样 可能具备量子叠加的特性 于是 有理论推断 意识并不只存在于大脑里 其中有一部分 还投射到宇宙的某个角落 后来 彭罗斯与亚利桑那州大学的 哈梅罗夫教授联手 提出了调携客观还原理论 大致意思是 灵魂或意识 弃居在大脑微管中 以量子形态存在 当人体离世 微管无法再维持量子状态 可储存在其中的量子信息 却不会湮灭 这些量子信息 会飘散到宇宙中 如果人在宾死阶段得以回魂 微管则可重新恢复量子状态 把先前丢失的量子信息 再装回大脑 宾死者 往往就会描述一段 不可思议的灵魂出体经历 说穿了 这就是量子意识 游历宇宙一圈的结果 照彭罗斯的逻辑推理 如果这样去理解 就能说 当人死亡以后 人的意识并非真正灰飞烟灭 而是被搬到宇宙某个 我们尚未弄清的维度里 这听起来 跟古代神话里 灵魂长存的观念相差不远 不过 量子意识跟宗教里描述的灵魂 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彭罗斯本人并没有下结论 他只说 这两者的概念十分相似 当然 也因为这份理论 他受到了不少质疑 有人指出 像人类的小脑里 也有很多微管 可一旦小脑受伤 人依旧保有正常的意识 所以 难道灵魂只分布于大脑特定区域吗 目前 调写 客观还原理论 依然备受争议 有人觉得它过于玄幻 也有人对它深表认同 为此 我们又想到了多维宇宙论 根据数学物理学家 爱德华威腾的见解 这个宇宙 或许不止三维 而是存在十一维 如果更高维度的生命 想进入我们这个三维世界 也许只能用意识投影的形式 由此推测 有可能每个人的灵魂 都是某个高维时空 在我们三维层面的投射 如果真是这样 为什么高维意识 要来到低维度 有些科学家会猜想 也许那个高维意识 并不是什么神秘生物 而是一种维系宇宙运转的宇宙法则 它为了确保万物按一定规则进行 就将意识散布到各个低维空间里 这让人联想到古老传说中的轮回说 当一个生命结束 灵魂会脱离区窍 然后在下一个阶段 继续新的生命历程 如果这个设想被证明是真的 那死亡也许并不是 令人彻底畏惧的终点 而是一种循环的转变 不过 在现阶段 我们依旧需要更多科学 去揭示意识背后的秘密 只有完全破解了意识之谜 人类才能真正了解生命的真相 或许 到那时 我们离永生的梦想也就不远了 当然 即便有朝一日确认了灵魂不灭 但死去时 生前一切 依旧会被切割干净 就像传说里 人若想跨过奈何桥 还得喝下一碗孟婆汤 把旧日记忆全部遗忘 所以 我们当下能做的 就是好好珍惜 尚在呼吸的每一天 用心享受生命的美好 毕竟 无论灵魂是否会续写下一篇章 此刻的体验 都是无可替代的